大家好,这里是天阳玄机 如果是有八字首相面向风水方面的困惑 可以进行关注 眉毛作为五官之一 看起来只是眼睛的附庸 但是位于眼睛跟额头之间的眉毛 在面向当中是绝对不可忽视的 一个人很多信息都可以从眉毛当中判断出来 而从眉毛的高低、宽窄、长短、浓淡 包括连接和翼和阳 轻浊等等都可以看出一个人的运势 我们来看几种破财的眉毛 第一个是交加眉 所有的交加眉就是在眉中 中间或者是尾部另外开叉 这种一条眉毛 这个有点像刀叉子 两条眉毛交加在一起 这种眉毛会在人生的路途当中 饱受亲人以及挚爱的生离死别 那么这种性格飘忽 东摇西摆的 如果是作为女性的话 在感情上离离合合 往往选择不定 这个往往会特别多 这种眼睛在长 如果是眼睛比较长得不好的话 会连累到婚姻 我们再看一个交连眉 交加眉跟交连眉不一样 交连眉就是指两个眉毛连接在一起 侵入了印堂 那么一般拥有这种眉情的人 心胸比较小 没有什么度量 为人比较小气吝啬 常常喜欢对自己身边的人的斤斤计较 从而导致这样的人的财度非常的狭窄 而且事业财运会受到非常大的影响 没有什么大的发展 那么我们看这个眉毛 这个眉毛是重压眉 眉压眼 重压眉就是眉眼之间特别的窄 并且眉毛特别的粗浓 那么这种是田斋工的 就给眉毛给遮挡了 这便是六亥眉的重压眉 中压眉固然思议是非常的 这个心胸也是比较狭窄 我们看这个半截眉 这个眉不盖眼 这个财散人敌 眉毛盖不住眼睛 这个长度非常的短 没有眼睛长 甚至没有眼睛长度的一半 生意投资会失败 往往会消耗大的钱财 感情也是坚持不到头 在现代都市环境当中 传统的礼数都没有没落的情况下 夫妻一方 眉毛比眼睛短的人 往往走不到婚姻的尽头 这是焦佳眉 这是这个半截眉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黄宝眉 这就是从色泽上来讲 从这个颜色上来讲 这个眉毛生得太过稀疏 浅淡浅薄 发黄 甚至呢 这个基本上看不出眉毛 那么这种情况呢 是很情绪化 如果是女性的话 是神经比较敏感的人 喜怒无常 如果再加上眉毛不是乌黑色 棕色的或者是黄色的 那么这种就犯上了 六害眉当中的黄渤眉 黄渤眉呢 一般呢 不会念亲情 友情和爱情 而且呢 公于心性 厉害得失之心呢 是非常重 得失心重的话 就往往会欲促而不达 好的 有关这几种眉毛 就分享到这里 这里还是天阳玄机 如果是有这个八字手 下面向风水方面的困惑 可以进行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